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寺 身材壮瘦的光头男 闯入饮料店跟前女友大吵 情绪很激动 恶话不说 当众雄暴 把前女友强行掳走 前女友跟同事吓得大喊尖叫 光头男躲门而出 被掳走的女店员 整整两天失去音趣 有被吓到啊 就是男人太怕的 为什么会突然跑进来 女店员才刚来上班三天就被掳走 她的妈妈急得在台北市万华分局报案 警方通报侠去派出所 过滤相关监视器后 在旅社找到两人 一问才知道是感情纠纷 这个饮料店打工只有三天 男孩子要约他出去 女孩子一直不肯 男孩子一直气愤 跟他雄暴的原因 是因为要安抚女孩子的心情 光头男公称是为了安抚女方 才会雄暴把人给带走 但女店员身高不到160公分 壮瘦的光头男身高1米8 同事不知道是前男友急得报警 警方也意外查出光头男是一名通弃犯 一直联络这个电话就一直打不通 已经将近两天找不到女儿 查证之后才知道这位男子 是一位窃盗毒品的通弃犯 感情纠纷变成鲁人案 尽管事后知道是误会一场 被带走的女店员也平安返家 不愿提告 光头男因为窃盗毒品案被通弃已久 这回因为掳走前女友 被警方徐县逮回 依法送办 最后各位黄佩儒 嘉宇报道